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Node.js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本课程所涉及到的知识点 我们首先整个课程我们会涉及到一条主线来 我们首先是搭建我们的环境 然后我们会介绍一下我们的NPM 然后我们再会在此基础上写实例 首先这儿我会说一下 环境搭建过程当中 我们涉及到主要是有Windows和Linux 因为这是一个跨平台的Node.js Node.js的话 它的详细的就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我这儿就不想讲了 因为这个地方在摆楼上面一踩就是很多很多的 我这个地方主要是讲一下它的一个 就是如何来使用它 因为Windows上面或者就是处理上面一些其他东西 其实我们安装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这是它的一个官网 官网的话现在目前的版本已经到了4.1 4.1.1了 4.1.1 那我们看到就是里边所设计到的这些版本呢 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版本 有Windows的这样一些 就安装包的 有MacOS的 然后呢也有Linux的 然后这儿还有源代码安装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就是如果我们以源代码的形式呢 来进行安装 那我们在以源代码进行安装的话呢 首先我们要去 我这个地方呢 以Sent2.js为例 然后呢去做这样一个介绍 这儿呢我所有东西呢 我就是在我的虚拟机里边 我来我来实现它 我就不在那个MacOS上边 因为你那个上边的话呢 因为这个的话比较容易去 比较容易去处理 好OK 那我们在其中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我们按软件安装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软件安装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首先呢 我们要去我们的官网 去下载这样一个文章 就因为我在做那个课程的时候呢 当时是4.0 所以呢这个地方的版本的话 我这个地方就不强行说 就是要要求大家 就说一定是要安装的一个版本 只要我们因为现在的话呢 我们只要用到它里边 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 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以4.0来做一个演示 这个地方呢 好我先我先把之前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先关掉 其实我 其实我本机其实已经安装过了 安装过了 但是我还是带领大家呢 就是说一起呢 还是我们来走一下这样一个流程 好吧 OK 首先我们正常情况下 我们会打开 就是我们的那个 这样一个命令控制 我们切换到我们的root下边来 好 我们呢 先进入到 我们刚才哈 我们说要去安装一个 我们的这样一个load OK 然后我们去这个地方呢 我们最好是在我们的官网上边来直接看 我们官网上边呢 是4.1.1 对不对 OK 那我们可以 就是我们复制这样一个链接 拷费链接 然后呢 我们 随便我们进到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已经虽然已经安了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软件呢 我们安装了这儿 我其实已经安装了 但是我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搜一下搜一下这个命令就行了 啊 这个地方呢 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文章上边 其实我们有wget啊 在SynthoS7里边 然后我们把刚才我们拷贝的这个链接给复制过去 然后呢 我们就会下载的这样一个tag这样一个包 啊 tag啊 这样一个压缩 这样一个压缩的一个包 然后呢 我们通过解压的这样一个命令 然后呢 我们去安装啊 去把它解压出来 解压出来呢 将会得到这样一个啊 这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 里边有一个config这样一个啊 文件那这个config的文件呢 它是一个安装的这样一个就是啊 就是一个设置的啊 设置这样一个 就像那因为我们在windows上面进行安装的时候呢 我们安装的时候 我们先要选一个安装的某一个盘啊 或者一些啊 安装的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附加的一些参数啊 基本上它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呢 我们把它安装到opt-servers的nob.js里边 好啊 我们就配置的就我们要安装的这个目标位置 然后呢 那我们再通过make还有make install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安装起来 好 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安装呢 我这个地方就不演示了 这个啊 这个的步骤呢 也写得非常的清楚 这样的话 可能我们在部分同学呢 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啊 我真的说可能会遇到这个啊 就是一些环境的问题 那这个地方呢 我 因为我们通过原代码进行安装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些依赖的这样一些啊 就是一些组件或者是包 比如说你找不到这个命令 找不到这个命令呢 就是啊 就是如果学购编程的东西可能很多人都遇到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在啊 用java呢 或者其他的以前我们会设置一个环境变量的问题 对不对 那其实在另一个上面也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就是按我这儿所设置的 就因为他的那个环境变量呢 它是在etc的这样一个profile啊 你只需要把load到home 然后设置到 注意好设置到 我这儿要啊 标注一下 就是说有点local load啊 这个地方呢 它是我们这个地方所指定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一个目录 这个地方呢 我啊 这两点不一致 但是我这儿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你安装的 这样一个目录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就一定要写你那个 安装的那个目录的一个地方 那下边的话呢 你就照这种配置进行配 配一下就行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 因为我这个地方呢 就是安装了这个位置的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进入这个地方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的内容 啊 这里边的话呢 你看它有beam include level和shear 那我们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会配置的 就是说啊 我们会在这个beam下边 和一个啊 就是一个level 就这看到不是一个level吗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按这个地方配 配完了之后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就是呃 配完了之后 这一句话呢 就是说我们要将这个配置文件呢 就是重新啊 启动一下 就是重新加载一次 然后先生效 生效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执行load岗位的话 load岗位呢 就是我们啊 去查看我们的load 这样一个版本load岗位 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现在的目前的 这样一个 我们查看的一个版本 这样的话 我们这样的话就代表你的版本 基本上是装成功了啊 装成功了的话 啊 这就是我们按软件安装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地方呢 我就不做过多的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介绍了 OK 那这个地方 紧接着呢 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里边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叫NPM 那NPM呢呢 我这个地方啊 我们看一下 因为NPM它是一个load的一个包 管理和分发工具 其实这个包管理和分发工具呢 其实就有点像这样一个 我们在SendOS下面哈 就是用YUM这样一个包的 这样它也是一个包的一个管理 可以去删除 可以去安装 也可以去更新 还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命令 当然也 也比如说是像那个Diband这种 系统里边 它是APT这种 就是一个一个 它们都是同层如出一辙这样一种 它是一个包管理和分发工具 它已经成为了非官方的发布load模块的 这样一个标准 有了NPM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很快的去找我们想要的 这样一些包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在用这个NPM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去 使用到某一个包进行下载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是要需要 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联网 然后呢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这样一个包的 这样一个名字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名字的 就是 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讲用的 常用的一些命令里边 来去做这样一些操作 那么我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在NPM里边 其实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命令 那如果我们要看到这个NPM的 这样一边详细的东西 就是内容的话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NPM的 这样一个官方的文档 这里边介绍了NPM里边呢 就是说所有的这样一些命令 这里边 这个网站的话 可能打开的稍微有点慢 但是呢 应该在我们国内的话呢 应该说都应该是能打开的 我们稍等一下 那我们先讲前边的 那这里边呢 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NPM里边会常用的 的一些命令 我这个地方呢 先列到我们这个地方 总共有六个常用的命令 实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一个 模块 就NPM install 这样一个模块的一个名字 好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会涉及到的一些东西 那么NPM它在进行安装的时候 它其实是分两种模式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全局模式 和一个是本地模式 那全局模式和本地模式有什么不同呢 那全局模式的话 就是说我在我安装一次之后 那我之后的所有的这样一些 就是一些要用到它的这样一些模块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用到它 就是无需再安装 那如果我们是本地安装的话 相当于我就是针对于某一个项目 我安装到某一个项目里边 那就是说你如果这个项目要 就是其他项目如果要用到它的话 你需要重新再安装 否则的话你就可能会提示那个就是 引用找不到的问题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以本地模式的话呢 它一般会装到我们所指定的 这样一个应用程序的代码的文件夹 那么我们指定的应用程序的这本文件夹 待会我们这一详细的试例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本地 这个全局 这样到底有什么差别 这个地方呢 首先我们在命令这个地方哈 我们先从我们通过我们的那个代码 我们我们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我看一下 我们的实际来演示一下 然后呢 我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嗯 这样吧 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我们就在那个像我引荐那个 load project 啊 cd load project ok 这里边的话 嗯 有很多东西 这样我出来 我们把 我们重新建一个目录 这建一个目录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叫做 呃 啊 代码 我们第二章嘛 我们叫代码2 OK 我们进到代码2那边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 就是我们npm的话 我们要去安装这样一个目录的话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地方 看 这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不对 那么npm 那么我们安装 安装 我们安装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包呢 我们随便找一个吧 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官方 这个地方还没打开吗 看 看 可能网速有 可能 要么系统 这里我们先不管它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 安装一个包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安装一个 这个地方 我们就安装一个express吧 啊 啊 所以我们安装一个express 啊 他安装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整个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解释一下我们前面 这样一个 所描述的这样一个 一个问题 啊 你看啊 他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会说的 就说 如果你是 全局的话 啊 本我们先说本地啊 本地他是在 啊 我们就是 所指定的这样一个位置啊 去安装一个 这样一个 就是 一个load model 我们刚才在这里边呢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total为0 是说我们这里边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东西 那我们安装完了之后 它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啊 OK 这里边出来了 啊 我们看一下npm npm的话呢 这是一个文档 这里边文档的话 你可以去找到你基本上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load.js这些模块 啊 去 卸载啊 一些本地的一些包 安装一些啊 全局的一些包啊 还有包括我们去发布一些包啊 啊 安装load.js 或者 unload.js 并且是更新啊 更新这些npm这些东西 啊 还包括一些权限啊啊 等等 一些的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里边呢 可能啊 我们只是因为设计的东西比较多 但是我这里边呢 只是啊 我们啊 讲一里边呢 就是给大家讲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啊 这个地方呢 看 express啊 我们稍微等一下 那我们以示例来讲啊 就是我npm安装这样一个 的话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安装的时候 其实我们整个系统哈默认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是 本地安装 就是说 呃 我们如果直接是不加那个这种钢技的话呢 钢技是全局命令哈 它如果是不用全局的这种命令的话 那么它就会是以本地的模式 就是我们刚才以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加的 那么我们可以在版本后边呢 我们去添加就是一个price哈 我们就可以添加到版本 如果你不加的话呢 它默认是安装它的呃 express的最新的版本 这个最新的版本是最新的稳定的版本 并不是那个 应该是这个地方我 应该是安装它是最新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版本 那npm呢 刚进了它是安装到全局的这样一个啊 代码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可以是用require这样一种方式去调用我们这样一种全局的这样一个包啊 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要安装的这样一个包呢放到我们就是以的依赖项我们要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 我稍后会给大家讲的 放这里边的时候呢 那我们会一个干sev啊 那这个地方我会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地方 等一下这个地方 它连不上我拼一下它外网通不通啊 好 这我们的网络应该是正常的 ok 先安装一下这个 先安装一下这个 server 啊 cd load demo cd demo demo 这地方 这个地方 可以看一下其他的几个list啊 更新模块 卸载模块 然后初始化 啊 包括help 那我们看一下npm help 啊 npm help的话呢 它里边设计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命令 这样我看一下哈 npm help 这边我这大话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的话 会有很多这些命令的话 就你可以一个一个游戏看别 比如说是npm npm n-help 啊 这一样的 这n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啊 查看版本啊 试图 npm-l 你看啊 快速帮助啊 -h 这个地方npm-h 对不对 我刚才写错了 -h 这 还有呢 npm的话 还有一个-l 这里边就是显示 就是啊 就是所谓的使用的使用的一些信息 使用的一些信息 key value 它是用两个字 这个地方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安装完了没有 因为这里边是错误 因为这里边是错误 它这个可能网络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像刚才啊 我这个地方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你你你不用担心哈 就说有的时候你出现这种情况 你就重新再用一次 因为这种它是连接到外网 然后来进行这样一个调用的 所以呢难免会出现 就说有的时候你那就下得不了的情况 刚才呢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我们这样一个啊 就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看 再看一下我们目前里边的内容 目前里边的东西你看了哈 我们多了一个就是load model 那load model的话呢 我们进去看一下load model load model里边啊 有一个press 我们看一下啊 you press 然后有了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说一下这个package啊 package的json 我们看一下package的json里边 你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json的这样一种数据 这种json的数据的话里边包含呢 就是作者啊啊 一些描述版本啊 一些贡献者啊等等一些的情况 其实它里边就是一个json的这样一种 这个地方呢我们叫npm 啊啊 npm其实有很一种方式 我们这个地方用load 因为npm的话 其实还有一种命令是npm start 这种npm start的话呢 它其实是需要一些啊 它是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包的 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 用load来启动它 loadapp.js 这个地方看这样一个命令 它就出来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最最最最简单的 这样一个就已经ok了 那在此基础上呢 我们再建立一个啊 我们有了能够写一个就是console的 这样一个应用的话 那我们再说我们的第二个 基于一个http的这样一个 那我们先把最简单代码烤过来啊 我们再来说我们 我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里边 现在的话你不需要去关心 就说啊 这里边啊具体它为什么要这样去写 后续我会给大家讲解具体 怎么怎么的就是给大家所有的代码全的给大家分析一下 server.js 哇 sorry 这个地方 要 server.js server.js 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刚才的代码给烤过来 烤过来之后 ok 注意哈 你看哈我们这个地方是8888的这样一个 啊 这个地方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呢 就说requirehttp 我们刚才啊 说到就是如果你要引用某一个模块的话 你就用require来引用进来 然后呢 我们通过http的这样一个创建一个服务 然后呢 他有一个函数 然后有两个就一个请求一个响应 然后呢 我们设置的他的那个响应的这样头是两 两百 就是响应成功 然后呢 他是一个test的文本一个输出 然后输出的内容是hello 也就是说如果啊 然后他这个地方呢 然后输出终止 然后我们监听的是八 四个八八八八八这样一个端口 那也就是说我们 后续我们在浏览器里边是可以访问到一个 就是一名 那访问通过8888这样一个端口呢 我们是能够看到hello world这样一个输出 ok 那我们现在保存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的我们用no的server.js ok sover.js 我们看以我们在浏览器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能不能访问到他啊 因为我们是在本机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有lookhost了啊 那个host 八八八八 ok 你看我们的hello world是可以可以输出的 因为你看哈 我们刚才已经结合我们 输出 这样一个啊 这个地方我们终止掉 ok 那我们进来之后呢 啊 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的是在这个地方呢 能够打印一行文字 就是说 console.log console.log 给一个提示 这样我们回车 你看哈 就可以了啊 这就是这个课程的话呢 我们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样一个环境给搭建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no的GS里边 就是一个最基础的这样一个用法 啊 那我们在后续的课程当中呢 再来讲啊 就是我们no的GS里边 我们要去啊 去安装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如何来去使用它 啊 那这节课的话呢 我们就展示到这个地方 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后续的这样一个课程 那我们在课程过程当中呢 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 也可以跟我进行一个反馈 啊 谢谢啊 我们期待下集再见